据叙利亚祖国报的报道 当地时间的12号 美军位于叙利亚东北部 哈塞克省沙达迪地区的 非法军事基地发生了爆炸 有多辆救护车正前往现场 此前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的报道 10号在位于哈塞克省的 美军非法军事基地 也曾经传出了巨大的爆炸声 美军非法控制着叙利亚北部 和东北部的戴尔佐尔省 哈塞克省和拉卡省 这些地区是叙利亚最大的油气产区